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之前货机机组人员免检疫的安排 一直被批评可能造成本港外防输入的漏洞 但当局就说要平衡航空公司需要 结果引爆今次Omicron本地传播链 政府批评相关机组人员不负责任 要求国泰检讨 国泰就违规个案引致不便自协 九龙堂又一城望月流出现多宗确诊个案 餐厅星期四下午已经暂停营业 商场设立临时检测站 给商场员工和访客检测 由早上到下午都见到排队等检测的印龙 这里有几千人排队 最终的起因是哪里呢 放了不应该放线的飞机师 是那一个人累了香港 不及了几千个钟头 担心它都会大乞无地爆发 我觉得应该政府要把关机场的位置最重要 否则我们做足所有防疫措施 都是没什么用的 三个确诊患者曾经在同一时段 在望月流吃饭 包括确诊个案12611 44岁的国体机组人员 和他同台吃饭的76岁爸爸 和另外一台34岁的地盘工人 两张桌相隔10米 在Omicron出现了社区全部这个食屎内的情况 我们其实就已经看到香港可能已经处于一个可能发生第五波疫情的临界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源 当局说200多个食客里面暂时只是追踪到大约80人 他有一些桌子就是换气的情况就比较差点 可能只有两个air change 变成我们都很关注 所以整个时段 例如12611和他父亲当时吃饭的时段 我们都在找所有的食客 他曾经在那个范围那里 就是那个餐厅那里 他的工作人员 我们都已经是送入去健康中心 就22位的 另外食客我们点算之后 就大概有71张桌 就是曾经因为时间比较长 有些时候是不止一台 大概有200多位的食客 被视为感染源头的国体机组人员 上个星期六免检疫由美国回香港 特区政府宣布星期六凌晨起 所有货机机组人员返港后 要入住指定检疫酒店7天 过去那几天 其实是有国泰的机组人员 回港后违反有关的规定 甚至到访一些大量人群聚集的地方 增加病毒在本地传播的风险 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都是导致大量的市民 在新年的期间 也都是要被送往隔离中心 或者是需要多次的病毒检测 行政长官表示 是绝不能接受有关违规的事件 并勒令国泰航空主席 亲自检讨事件 赵世豪在香港做配音员 疫情爆发以来 他已经两年没回家乡山东 近一个月当局多次放风 原本他以为通关在忙 谁知安排一拖再拖 到现在变种病毒杀入社区 他说终于死心 之前传出12月底面检疫通关 现在似乎已经胎死腹中 赵世豪也决定不再苦等 下定决心隔离21日回家过年 19年11月份 我最后一次回家乡 主持我妹妹的婚礼 前一段时间就生了儿子 我第一次做求婦 都没见过 想回去见小孩和爷爷妈 因为她的年纪都很大 如果真是见一面少一面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昨天爆了之后 深圳那里会否收紧了 收紧了现在的延行政策 现在深圳已经很紧张了 之前是2000个国关的名额 现在就选到700 特区政府原本豁免货机机组人员检疫 他们反港后可以在家自我隔离 或者是接受医学监察 Omicron在多国爆发后 多名反港机组人员检疫 但是直到星期三 有机组人员聚餐后确诊 当局才要求机组人员 反港后头三天要在酒店强制隔离 赵世浩说 政府应该更早收紧防疫措施 给他们一个地方集中隔离 那就检验挺迟 因为他们回来香港 真是有很大机会成为那个寡影者 对他们自己来说 都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措施 一旦有什么问题 他们可以马上去医院治疗 还有他不用连累自己的家人 因为这样一个延行的政策 其实是很不专业的 另一方面他们是有自己的难处 但是相比我们普通市民来说 我们都是受害者 国泰航空11月曾经发出指引 要求机组人员抵港头三天留在家 每天最多只能外出两个小时 买日用品和做检测 但是这个星期最少三个 确诊Omicron变种病毒的 国泰机组人员违规外出 其中确诊个案12609 在24日抵港后 第二日圣诞节就去屯门和朋友聚餐 在场的包括确诊个案12611 他当日刚刚抵港就约朋友 他27日再到望月楼和家人用线 引爆今次传播链 这日是他回香港的第三天 而编号12649是货机机师 他25日到香港 27日晚上即是回香港的第三晚 更加和两个朋友到中环吃饭 之后到访上环私人会所和中环一间酒吧 国泰正调查个案 说任何机组人员违反医学监察规定 将会被纪律处分 又说有关人士的行为令人极度失望 損害其余机组人员的守规精神 也就违规个案所引起的不便自成道歉 其实机组人员的豁免在居家检疫 一直都是存在问题的 始终香港的地方比较小 不是很多人是家里会有独立房间洗手间 他见到家里人的风景存在 政府都决定了他们是在外地回来 做七天的酒店检疫 用这个方法去堵塞那些漏洞 这个都是一个可行方法 我建议最好是有电子手带稳稳一点 因为你回到家里自然比较松懈一点 最担心是有部分人 尤其是出社区将病毒传出去 截至星期四 本港录得81宗Omicron个案 和28宗高度怀疑涉及Omicron的个案 现在Omicron流入社区 会不会触发第五波疫情 许树昌说要观察多14天 现在最重要就是尽快 就是将那些紧密接触者送去检疫 以及去过那些爆发的地方的人士 如果收到安心出行的通知 就尽快配合政府做这个强制检测 Omicron很多个案都相对是 病情比起Delta是轻微 但是它的传播性也都比Delta高四至八倍 因为它的传播性高那么多 变了它的量是大很多 只要你有一部分未打針的人 仍然会出现重症 现在的研究说 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 病情一般都较轻微 但是许树昌说 一旦出现爆发 仍然会对本港医疗系统构成压力 但是始终你如果要帮它做一个隔离 防止它在社区再散出去 你是要有足够的床位 所以政府现在是啟动了这个阿博 那就是增加了床位先 陆陆陆陆就是看一下 有需要的话 就会用回医院的一线床二线床 但是香港来说 我们那些隔离的床 包括是一线二线床 加加上都是三千多张 但是如果你看回早排新加坡 它最高风期 一日去到五千多 那如果在香港来说 出现一个第五波Omicron的大爆发 我们那三千多床 都是未必够用的 因应第五波疫情爆发的风险 当局计划 农历新年之前 拡大疫苗气泡 进入食肆、美容院等厨所 最少要打一剂疫苗 今集时事多面看 时间够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